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RCEP究竟有何意义 RCEP是一个综合性的协议 RCEP由东盟十国在2012年发起 历经了8年的谈判 于2019年的11月4日完成谈判 并于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 RCEP法律文本共有20章 既涵盖了像货物贸易 还有服务贸易 投资等市场准入 也包括了贸易便利化 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竞争政策 政府采购等 大量的规则内容 RCEP的签署将促进区内的贸易 对中国的GDP提升将带来助力 尤其是纺织 服装 轻功将最为受益 那么在最受关注的关税削减方面 RCEP中的货物贸易 零关税产品数 整体上是超过了90% 并且是新增了中日韩 那么日韩两对重要的国家之间 这样的一个自贸关系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王寿文就表示 根据国际智库测算 2025年RCEP渴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增长 比基线多10.4%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算 假设中美贸易摩擦延续的话 那么中国加入RCEP将会在2030年 为其实际国民收入带来额外 一千亿美元的增长 从而可以抵消约三成贸易摩擦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那么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他也表示就是测算 RCEP可以分别提升 十四五期间中国出口进口投资 GDP增速 1.95 1.63 0.09会0.04个百分点 那仿制服装轻工的产出增速 将分别提升0.86和0.33个百分点 那对于中国来说 RCEP签署的战略意义更强 虽然说印度退出 但目前的RCEP十五国 仍然占据全世界30%的人口 接近三成的GDP将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了 在RCEP的框架之下 中日贸易关税将预计大幅的缩减 中韩也将进一步的 便利关键领域贸易 那么鉴于美国是试图切断 还有中国产品 尤其是科技产品的供应链 已经是两档的共识 那么中国与其他的亚洲国家 强化商业纽带 并且深化科技合作的重要性 也是日益凸显 专家就预计RCEP将会有效地增加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从而提升区域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并且降低该区域 对美国经济上的依赖程度 那RCEP对比CP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 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那么两者均属于 是区域性的一个自贸协定 在会员国和地域分布上边 也是有部分重合 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七个国家 同时参与了这两个自贸协定 那不同的是CPTPP 在贸易以外的诸多领域 是有着更加严苛的一个加入标准的 RCEP的签署 是为未来中国参与 更多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 促进双循环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就单国来说 对中国来说具有突破意义的 是协议的签署方 包括了日本 RCEP成员是10个东南亚国家 加上中日韩 再加上澳新 那么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是于2002年签署 中国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 是在2008年签署 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是在2014年签署 中国和韩国的自贸协定 是在2015年签署 而RCEP成员只有日本 还没有和中国签署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然而这一次 RCEP恰恰就正好 把日本也拉了进来 当然更大的意义 是把点对点的贸易协定 变成了网状 使得成员国 形成共同的经济利益 另外RCEP 由于需要照顾和平衡 所有成员国的利益 在条款上 它并不能覆盖中日韩 之间的所有贸易问题 因此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 还会在RCEP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 那么RCEP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这对加快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 是很有利的 其次我们看中国官方 对于RCEP的描述 是说RCEP是由东盟10国发起 邀请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参加 那么由东盟主导的协定 但是也有中国积极支持 和直接推动的一个结果 意思就是说 中国虽然不是主导者 但是也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 而且从体量上看 中国的人口和基地总量 都是占了RCEP的50%以上 而且增速还很快 不管RCEP是东盟主导 还是中国主导 以前日本领头的亚洲格局 确实已经被打破 对于日本来说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 到1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 超越日本 日本历史上称霸 亚洲最为璀璨的100年 已经过去了 亚洲的经济中心天平 已经越来越向中国倾斜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邻国效应方面 查询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就显示 2019年美国GDP的总量 排在世界第一 达到21.3744万亿美元 欧盟的GDP总量 世界第二 有15.5928万亿美元 那么在中国方面 GDP总量则在世界第三 有14.3429万亿美元 日本总量排在世界第四 有5.08万亿 而东盟10国GDP总量 排在世界第六 是有3.17万亿美元 韩国GDP总量 则是为1.6424万亿美元了 可以看出东南亚的经济体量 其实是很小的 还不如德国大 更不如日本 还更别说跟欧盟和美国 经济相比较了 东盟的经济体量 只有欧盟的五分之一 只有美国大约七分之一 那但是东盟 现在却是中国的 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还是增长最快的 2020年的11月出口 第一大出口市场 就是美国啊 大概是有2.4761万亿人民币 那第二大出口市场 就是欧盟 是2.1908万亿元人民币 第三大出口市场 就是东盟了 2.1087万亿人民币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出口顺差的话呢 中国对美国是 17505亿人民币 对欧盟是 7645亿人民币 对东盟是 4279亿人民币 美国和欧盟呢 是两个最大的出口顺差来源 而且呢 是遥遥领先 那么对日本和韩国 则军事逆差 那我们看2020年 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中国外贸并没有出现下滑 而出口2018年和2019年 更是连续增长 预计今年也会增长 而和东盟的贸易增长 就在当中起到了 一个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中日韩自贸协定 也能够胜利地完成 那么将结合啊 将来结合这个RCEP 起来这个中国主导的经济 亚洲经济圈的利益捆绑 将会更加的紧密 任何的外来势力啊 破坏这个区域和平的努力 可能都会受到 进一步的遏制了 确实 我们在关注这个贸易方面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在近期整个世界格局当中呢 中国因为和美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贸易谈判受阻 这个贸易战是愈打愈裂 那么让令到大家关注啊 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是否会受到影响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看到中国在参加了 这次由东盟十国主导 出来这个RCEP之后呢 好像是给世界 带了一些新的曙光 至少我们看到 在相关的亲戎国方面 大家还是共同认同 经济全球化 这样一个世界潮流跟趋势 而且通过这样一个趋势 达到更多的一个经济效益 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协议 而受到普惠的话呢 相信给这个经济全球化 或许会带来一些 强行真的一些效用啊 没错 尤其是这次纺织 还有这个纺织类的制造业 可能会是最受益的一个部分 而且本身中国 也是处于这个纺织大国嘛 所以在整个跟东盟 能够签订这个RCEP 这样的协议的未来啊 再来看 其实有助于中国在亚洲 占领更高的一个 主导经济的地位 并且呢可能也会给 世界各地的贸易伙伴 带来更强的信心 毕竟啊 大家真正走到一起 形成一个同盟 大家才会给自己 本国的国民啊 带来更多的好的生活 确实 大家同时也不能小觑 东盟十国目前的一个 贸易方面的一个比重 跟经济一个增速 都是不容小觑的 相信这样的一个 协议签计之后呢 各国的经济 应该都会带一些 新的机遇了 好的 这一节财经事件 也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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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